温哥华美生活 哈喽大家 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对啊 这一会儿都九月份了 哎呀 这一会儿大半年没跟大家见面 哎呀 真是久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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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也很想念大家 但是真的是这一年的事太多了 太多了 从春天开始说吧 数了数了 春天一开春就又动了心思 我们又开始换房 对啊 这一换房 折腾真的是速个月吧 对 今天等于是请大家 在我们新家做客了 是吧 这是我们的新家 已经跟原来的家 那个风格都不太一样了 对 我们换了个房 等于是把原来的房卖掉 然后又买了个房 中间你也知道温哥华 今年这个包括整个加拿大的 今年的楼市也都是跌宕起伏 跟着这个利率上上下下 发生了很多动人心弦 可歌可泣的故事 我说我们家主要是很可泣 具体有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细点说 是吧 也把我们的经验 主要是教训跟大家聊一聊 除了房子的事是个特别大的事 搞得心神不定 还有一个 麦的妈妈还在继续坚持上学 对 其实我就觉得 我学东西好像也不是为了其他的 好像就是为了满足我自己 就是这个人就是爱上学 编 机器编 再编 我只是能让我上学就行 再编 我怎么这么爱学习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就是不想出去挣钱的拖延症 一直上学就不出去挣钱 对 我觉得上学可以提高我很多审美 因为我学的东西都是跟没有关的事 所以我这还得继续上 你看这9月份了 我5号又开学了 好吧 5号 那马上两个学生 我们家一大小两个学生要上学了 中大又要在麦的爸爸身上了 是吗 就是我一人要照顾两个学生 容易吗 他们俩还在继续上学 然后还有什么重要的事 麦也在继续打球 是吧 麦也在继续的练高尔夫 我在陪着他一起在练 今年从头到尾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麦的进步 这是我们很欣慰的一件事 从年初的一点点的 拿了很多什么第二第三 在努力挣扎 到中间开始拿一些比赛的冠军 直到前两天最后的 加拿大9至10岁组 全国的冠军邀请赛 他拿了个总冠军 这还是让我们很欣慰的 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冠军 从春天吧 从春天他拿了一个 碧溪省的邀请赛 一个9到10岁组的一个冠军 然后就前两天 刚刚又拿了一个全国的 相当于全国同年龄组的 这样的一个冠军中的冠军 其实 全国冠军 其实我觉得就是 只要是麦的爸爸 他也想显慰一下 因为基本上都是 麦的爸爸天天陪麦的打球 有这样的一个奖 也算是对你这几年的 辛苦付出的一个小小回报 领队加主教练的回报 说真的 打球的路很长 这也就是每一个小小的冠军 其实不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短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包括他们同年龄组的几个小朋友 什么很好的球友 大家就是看状态 此起彼伏 其实状态都很不相上下 然后就看谁发挥的好 然后谁就能拿到成绩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他的收获 就能跟这些小朋友们一起竞争 一起成长 能享受失败 享受胜利 然后从中培养出他的自信 和他的一些心灵的强大 其实这比球技更重要 当然了 其实用麦的自己的话说 他说打球对于他来说 一个最让他开心的事 就是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能结交非常好的朋友 我觉得对他来说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对 就讲一个小例子 具体的事 咱们以后抽空来跟大家说 就是麦也是跟其他重新小孩一样 在比赛过程中容易发火 是吧 情绪控制是告诉最难的一件事 但前两天他就说 现在比赛他是这样 一旦出事 比如说球打坏了 他会马上发作一下 蹦一下 跳一下 然后就恢复出来 他说我必须要让这火发泄出来 然后我再来调整 我觉得这说明他对自己的 这个情绪控制有了一定的认知 对 这几年吧 是吧 这是很大的收获 好吧 打球还在继续 这是我们家庭正常的生活 还有一个特别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 终于我们在今年暑假挥了一次锅 对 我们四年没有回国了 因为疫情航班也都是断断续续的 回去一趟不容易 对 今年暑假我们回去了整整两个月 对 收获很大 最终最大的收获就是长了十斤肉 对 我们全家每个人长了十斤 这三十斤沉甸甸的收获 对 因为国内的美食实在是好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不仅有美食 还看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其实还有很多比较 我觉得最主要的回去 我们一个是美食 其实还是挺滋养我们的胃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自己的看到那些风景 还有那些名胜古迹 我觉得这些对于Mate的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 对 因为Mate出来的时候是六岁多 生儿幼儿园出来的 然后这四年是回不去 然后这次我们回去 特意把这两个月行程安排的很满 然后我们从北京 然后坐高铁去了西安 又从西安高铁到了乐山 乐山又从高铁到了成都 从成都返回北京 然后又从北京去了上海 然后整个走了这一大圈 对 我们一路上都是火车之旅 还收获很多 中国的高铁现在真的是太棒了 是吧 又干净又快捷 你看从成都回北京才七八个小时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Mate也在火车上看到了祖国大好河山 是吧 南方北方还吃到了各种美食 还吃到了新兴建建的火车上的盒饭 对 我觉得回国最主要的就是说让他了解 就是各个不同的城市 它的就是风土人情 然后就是特色美食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历史吧 跟历史相关的 因为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像兵马俑啊 是吧 或者是成都的就武侯祠啊 其实这些 因为他之前呢 他都是在书上看到的这些历史故事 但他如果真的身临其境 然后看到那些 他是不一样的 特别不一样 然后在国内呢 Mate也打了一场球 尤其是跟青少年的 国内的好手也比拼了一下 还真的是很不一样 有关这些呢 有空也可以跟大家详细聊聊 对 就是有很多我觉得这个 祖国的发生的变化 中加的对比 一些好玩的事 其实可以给大家聊一聊 包括美食 包括高尔夫少年们 是吧 都可以聊 总之呢 其实这半年日子过的 还得是风风火火 快快乐乐 跌宕起伏 有很多客聊的事 当然更让我们惦记的就是 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一直在各个平台 给我们留言说 你们哪去了 玩疯了吧 怎么还不出来 真的我们很对不住大家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也表个态 马上要开学了 我们要继续努力工作 给大家多聊天 分享我们的快乐 和分享我们的生活 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经验 小帮助 希望我这个节目 也可以我能够坚持上学 每天去学校上学一样的坚持下来 好吧 先立个flag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 就要跟大家分享 一一再跟大家细说 然后您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 也可以欢迎您继续在平台留言 然后点赞支持 关注我们 让我们做得更好 今天就到这 感谢您 我们下回继续聊 别忘了点赞 拜拜 谢谢 拜拜